我們的心情跟在座所有的香港朋友一樣 經驗、悲傷、憤怒還有喜悅 當然喜悅的時候非常少 但是我們高級人在跳躍22號面天 當我們看到投票出去的時候 真的是興奮了人下的眼淚 我自己號外編輯部的空氣 也有人在發自然上說投完票 很多編輯我原來也都不關心政治人 他們是時裝編輯 結果每一個人都投出了票 很多人今天走到現場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我必須說這一年多來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 香港正經歷了一個死亡和重新的歷史時刻 大家說The city is dying 真的 這一年多 我們看到香港的自由正在死掉 我們看到香港的法治、廉政正在死亡 我們看到香港許多許多的實體的空間 小店、老店正在死亡 我們看到香港大家所珍惜的生活方式正在死亡 然後這個月我們看到一國兩制正在死亡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香港 但是 做為人都愛香港的人 我也要說 香港當然還沒有死 過去這麼多年來 特別是過去十年五年 我們也看到香港正在重生 有許多新的力量 新的價值正在出現 我們看到統治運動 看到90後的懸疑思潮 看到戰衆 看到不同的價值 社區保育 農村 土地正義 學取多多的公民 再實踐他們新的價值 新的力量 所以我說這是個死亡和重生的時刻 當然 未來誰會贏 我們還不知道 我自己所參與的雜誌 後外雜誌 是一個 香港 老牌的雜誌 今天在推的陳建勳先生講 都是後外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 我希望 這個雜誌 可以成為香港 變化力量的一個重要力量 過去一年多來 我們把學民思潮放封面 把大愛童龍放封面 我們把戴耀廷放封面 我們把新街東北放在封面故事 大愛童龍放封面 剛好是天洋 陳淑莊 為什麼呢 很多人說 為什麼要把一個Lifestyle雜誌 變成這樣子 因為在現在 這個時代香港 也不可能回避 這個社會氣氛 這個政治氣氛 我記得去年 我們做了一整期的 新界東北 我的標題是 保衛我們的生活 保衛我們的生活 因為新界 我們捍衛新界東北捍衛了什麼 就是他們希望維持他們的生活 讓他們的生活 不要被官商公傑所決定 不要被特爾無能的政府所決定 應該更多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 讓社區的居民 來決定他們自己要什麼生活 而這個 不只是新界東北人的願望 也是我們所有相對的願望 對不對 我們希望捍衛我們的生活 我們希望由下而上的公民的參與 通過民主的方式 來決定我們要什麼樣的未來 這個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願望 最後我要說的是 作為台灣人 今天有非常多的台灣的團體 台灣人集合攝影團體 來到奇異遊行 一方面我想 我們需要更多台灣在香港這邊 團體的彼此的對話 學習 一起啟發 今天各位 五十一萬人走上街頭 在臉書上 對台灣的朋友 已經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他們看到這麼多香港人 願意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和民主 對台灣是非常大的啟發 大家在這裡 然後我向所有的朋友 智商經營 請大家給自己更大的掌聲 各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第一方面 我想台灣跟香港有許多跟交流 是因為我們面臨的是共同的敵人 面臨共同敵人 而敵人的強大使得我們必須 手牽手 必須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捍衛 我們所相信的普世價值 相信的自由民主 還有一個公益的社會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在台灣的《平國日報》 剛剛寫一個專欄 叫香港人站出來 我說香港人要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 說實話 在中國統治下 當然是非常困難 但再困難 我們都必須勇敢的站出來 都必須無謂的往前走 我說其一 我會跟所有香港朋友 一起在街頭上 最後一句話是 我自己是喜歡音樂 研究音樂跟抗爭 我想 在20世紀最有名的一個抗議歌曲 歌名叫做 我們一定會勝利 把這句話送給所有的朋友 我們一定會勝利 謝謝大家 謝謝